三季度季考成绩单公布了 6.04万亿是今年山东前三季度经济发展的总成绩 山东朋友都给看哭了 照这么下去 年底突破8万亿 那基本上就是狗咬屁股 怎么讲 肯定的事啊 哎呀这个邂逅也用得很有味道 在我们山东啊 关心加强发展 就跟考边一样重要 遥想两年前的2019年 广东量载很争气 带头突破10万亿 江苏老铁就差临门一脚 逼近10万亿的大门 本以为两年前的山东 就能够迈上8万亿的台阶 可最后山东的成绩单 让两位教授很蒙圈 7.1万亿不禁反退 搞得俺们山东人上桌喝酒 都不敢吹牛了 那已经退不要紧 山东跟前面的广东江苏差距越拉越大 被身后的浙江越追越近 作为前三甲同量级的第一梯队 山东跟广东江苏的差距 扩大到了3万亿左右 山东跟第二梯队浙江的差距 缩小到了0.8万亿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大山东 非常尴尬 作为北方门面 北方第一经济大省 遥想2008年之前 我们大山东可是全国亚军 是力压江苏的存在 山东小伙儿跟外地姑娘搞起对象来 都特别有底气 这几年最让山东紧张的 还不是领头的广东和江苏 而是紧追不舍的浙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俺们山东是北方乃至全国发展的楷模 那时候看到的竟是山东的荣耀 现在竟然让第二梯队的浙江 给步步紧逼了 山东为啥被浙江步步紧逼了 可以看看浙江是怎么后惩罚利益的 根据2019年的数据 独角兽企业就是那种 引领行业发展的大企业 山东有六家 还都在青岛 广东有31家 浙江有23家 在俺们山东 你谈农业 谈工业 谈制造业 那绝对是一把好手 可一谈互联网 感觉离得很远 外地的人一谈山东 总感觉山东很落后 外地人一谈浙江 总感觉很富裕 不过现在好了 支持而好勇的山东 经过腾龙换角 9.9%的增长速度 跑赢了广东 山东进步了 会小跑了 对第四季度的成绩 对进一步甩开浙江 我信心满满 你哪来的资金 在山东有蔬菜 你慌我一下子 为山东喝一个 喝一个 好